什麼餐廳要吃4小時以上 20道菜會不會把肚子撐破呢 刷新我感官的全新 Fine Dining 餐廳 MAD by Lekif 真的很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z 今天要帶大家認識一間很厲害的新餐廳 它的一切設計 我認為打破了台灣 Fine Dining 現有的格局 背後的理念很值得大家來了解 我先介紹 MAD by Lekif 的背景 它有兩間知名的姐妹酒吧 一間是隱身在西裝店後面的 Speak Easy Lekif 09洋服 另一間是有打入亞洲50最佳酒吧 與世界50最佳酒吧的 Room by Lekif 那它的靈魂人物呢 則是Lekif三間店的共同創辦人 Seven 易博祥 MAD 在英文裡是瘋狂的意思 在丹麥文裡則是食物的意思 這間餐廳很瘋狂嗎 我要告訴大家 五大看點 還有菜色與飲品的介紹 一起來瞧瞧吧 第一個看點就是餐廳建物本身 它是日治時期百年老宅 台北行務所的附屬宿舍 那它也是台北市的文化資產 透過老房子文化運動 公開招標民間團隊 修復並且營運 那因為這是木造古蹟 不能大動土木 所以你只能靠家具跟燈光來裝點 但是這個房子本身是很有魅力的 一個餐廳的空間來說 它真的佔盡了地利 老宅的氛圍跟韻味 是任何商業空間 都很難複製的先天優勢 MAD by Lekif也充分利用了空間動線 設計出獨特的用餐流程 首先你會在警衛廳 享用開胃酒跟開胃點心 再移動到主用餐區 開始正式的菜單 煮菜之前 你還會移駕到實驗室 那你會聽創辦人Seven 解說他的理念 並且品嘗以蒸溜和離心技術 製作的冰沙 最後再回到主用餐區 享用煮菜跟甜點 這種在不同空間移動的用餐體驗 國外的FINITY餐廳 在空間允許下其實並不罕見 例如我曾經去過的 西班牙米其林三星餐廳 Alzumendi 會分別在玄關、溫室、廚房 享用開胃點心 才一步到主用餐區 另一個例子是西班牙的Enigma 它是由El Bulli餐廳 其中一位靈魂人物 以分子料理聞名的Albert Adria 所開設 那這間餐廳 劃分為7個區域 賓客會分區來享用 40到50道餐點 大家一看到這兩點 就是用餐時間很長 還有菜單也很長 可能會嚇到 哇 怎麼會這麼久 肚子會不會爆掉 那這跟上一題聯動 其實這樣的用餐體驗 在國外並不罕見 尤其是想打造極致用餐體驗的 FINITY餐廳 那現在丹麥很紅的一間 FINITY餐廳 是擁有米其林二星的Alchemist 它就是50道菜 5小時以上的用餐體驗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MAD by Lekif吃飯 不會覺得時間很漫長 因為真的太目不暇集了 就像放煙火一樣 你知道嗎 就是碰碰碰一直冒出來 那你會很想抓緊機會 欣賞它的美 而它的服務節奏 我覺得也抓得很棒 那麼複雜的菜色跟飲品 不會太趕 又不會讓你覺得太無聊 內場跟外場 它應該經過非常多練習 那我覺得這點是大家要欣賞的 那還有一點是餐酒搭配的新高度 你會想用實驗室做出來的Wine Tail 那實驗室也是MAD的一大重點 你想想看百年老宅裡面 有一間未來感的實驗室 這種衝突感跟對比就很迷人 這個實驗室有很多台灣一般餐廳 不會有的機器設備 但是台灣的酒吧界已經在使用來製造風味了 例如理型分離機或者減壓濃縮機 那我們不僅會嘗到這些機器製作出來 用在餐點裡面的醬汁 更會嘗到他們製作出來的葡萄酒 請注意 這是假的葡萄酒喔 那你會想怎麼會跟我們喝假酒 欸大家別急 這意思是人工做出來的葡萄酒 不是用葡萄從頭開始釀的 而是改造已經釀好的葡萄酒 加進自己想要的風味 所以是結合葡萄酒與調酒成為了Wine Tail 那用來製作的設備就是減壓濃縮機 具體來說就是把葡萄酒 以及想要使用的風味 例如煙消的味道 潮濕的味道 分別放進去減壓濃縮機裡 透過低沸點的蒸餾 萃取出風味液後再來調配 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你可以做出和菜色完美搭配的酒 已經煮好的酒 風味通常無法被改變了 但是自己再調配就能想要什麼風味就有什麼風味 終極的餐酒搭配是MAD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菜森跟飲品是什麼吧 接下來就要帶大家用眼睛來品嚐囉 首先我們會在警衛廳 就是這個過去宿舍的警衛廳 享受一杯開胃酒還有五道開胃點心 那我很喜歡一開始的一個糖漬洛神花 鴨肝慕絲 搭配上藍紋起司和racotta cheese的一個開胃小點心 它是法國的味道 它把幾種鮮味用酸甜去襯托出來 那我覺得和開胃酒也很搭 開胃酒有那種鳳梨啊 椰子還有蜂蜜的那種甜韻跟氣息 我覺得搭配在一起是很巧妙的 還有一道開胃點心呢 它有很多互動喔 會把這個液態蛋喔 極速冷凍這紫蘇葉 然後放在你的手上 像是塔殼一樣 然後在上面呢 再放上用可可紙包裹的海膽冰淇淋 最後再撒上烏魚子粉喔 那這個你就是要趁快 趕快把它吃掉在融化之前 去體會那個冰在你嘴巴裡面 爆開融化的那種感覺喔 警衛廳裡面呢 它同時還會有個食材秀 就是他們出菜那個吧台啊 其實有個櫃子 打開來呢就是一部分 這一天會用到食材 像我這一天呢就有 Beluga 魚子醬 有赤海膽 還有宮崎 和牛等等的喔 就給你先看一下 預告一下今天晚上會吃什麼 享用完開胃點心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移步到主用餐區 開始正式的菜單 那目前的菜單 根據Seven的說法喔 它是分為A面跟B面 像卡帶一樣 A面的部分呢 是實驗性質比較濃厚 比較創新的菜色 B面的話 則是偏向傳統風味的菜色 它也有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非傳統的傳統 整個菜單呢 它有大概18到20道菜喔 分為六個主題 MED的核心概念呢 它其實是要串聯 現在 過去 未來 所以它的菜色設計 也是跟著這個核心概念 開頭的這三道菜呢 就展現了我們講到這個 現在 過去 未來的串結 第一道菜是一道未來的魚 未來魚是什麼呢 它們的想像是沒有魚 為什麼會沒有魚 也是因為我們吃了太多的魚子醬 讓魚來不及長大 那它們要怎麼樣表現魚呢 首先做了一個像是果凍的一個魚凍 像魚皮一樣 它用了帶有礦物質的白酒 還有番茄水 椰子水和吉利丁做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粉皮一樣的東西 那上面呢 它再淋上一個醬汁 是用生蠔 茴香頭和白酒喔 那這就有用到離心分離的技術 把這些食材的纖維取走 只是下液體 然後再調入這個Beluga魚子醬 所以它把魚的味道加回去呢 也是靠這個魚子醬鮮鹹的風味 這道菜一開始就是很有趣啦 很吸睛 就讓你覺得 這家餐廳真的不太一樣 然後真的有故事要說 緊接著未來的魚之後呢 是一道過去的魚 過去的魚是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在講熟成這件事情 時間的經過 所以你看到盤子上面 它有幾種不同的肉 上面有一個蠻特別的是鹿肉桿 它也是做熟成喔 把鹿肉浸泡醬油再封開三個禮拜 吃起來其實就有點像火腿那樣子 鮮鮮鮮鮮的感覺 它也把魚拿來熟成 這天我們吃到的是鹿兒島的紅甘魚 有魚肚和魚背兩種部位 那我們會在實驗室裡面看到 它其實有個熟成櫃 裡面就是熟成這些 他們一個禮拜要用到的食材喔 那我們的紅甘魚呢 就是在這熟成櫃裡面待了八天 它還搭配上了柑橘油還有炭烤南瓜醬 那這個炭烤南瓜醬呢 它也是強調他們是用離心技術來把這個纖維去除 所以它是很清澈的 它搭配了這個柑橘醋喔 浸泡在裡面 還有表面有炙燒過 所以有更多的香氣再灑上海鹽 還有一個像是火腿的東西 其實是紅甘魚的魚肝 也是用了魚背跟魚肚兩個部位 那它緊了鹽水 吊起來風乾三個禮拜喔 所以你可以嘗到那種鮮鮮鮮鮮 然後很多鮮味 然後還有一點點smoky煙燻的味道喔 我覺得蠻好吃的 在過去的魚之後呢 我們就來到當代啦 現在的魚喔 現在的魚這一道菜 它想要表現的就是我們現在比較熟悉的 這種法國菜的味道 日本風味的法國菜 其實也是當代法菜的一個流行的重點喔 所以這道菜呢 它就選擇了日本的素麵來呈現 那這個素麵它也口感非常的好喔 很有嚼勁然後偏硬一點 但是吃起來的搖感非常好 然後它搭配上豆漿跟柴魚高湯的泡泡 還有一點青花椒的香味 最後你要加上這個北海道赤海膽 把它攪拌在一起 就有更多海鮮豐美的感覺喔 醬汁呢它是有一點點煙燻的味道 然後其實也很creamy喔 就是有那種奶油啊 但它是用豆漿來表現喔 然後泡泡本身也讓它那種濃郁的感覺 是更更豐滿的喔 搭配前面三道菜色的呢 它是一杯這個用whiskey來製作的一個調酒喔 不過它還是裝在一個像葡萄酒的瓶子裡面 倒出來給你 這杯酒呢你會嘗到一些巴勒的香氣 然後由於煙燻的味道 我們剛剛講了幾道菜 它都有一點煙燻的味道 它用飲品的煙燻味也去搭配喔 跟一開始那個魚子醬是非常搭配 那個鮮鹹 然後用這個一點酸甜和果香去來中和它 我覺得是相當的好 從海洋進入陸地呢 接下來的主題叫做潮濕森林 有道菜我想特別介紹給大家 是用宮崎A5和牛做成的生牛肉捲 大家會看到畫面上它其實有個像上菜秀 就是它把生牛肉捲攤開 然後在上面抹上了發酵的夏季松露醬 然後再把它捲起來喔 撒上海鹽並且刨上了冬季黑松露 它是想要去表現濕潤的味道 有土壤的感覺 你可以去想像下過雨的森林那種感覺喔 它的發酵松露醬呢 也會帶一點可可啊 榛果還有木質調的香氣 不過撇除這些複雜的形容啊 其實牛肉加松露加海鹽就是好吃啊 那一口吃掉讓那些油脂還有鮮味在你的口中散布 我覺得是很過癮的 那比起剛剛實驗性質比較濃厚的菜色 接下來菜單的呈現就偏向比較傳統的風味了 這其實是MAD一開始他們剛開幕的策略喔 他們不希望全部都是很創新的菜 讓大家吃不懂 他還是希望客人們呢能夠容易理解 覺得好吃 那他們也會一邊做一邊調整 在過程中找到他們的TA 那接下來的三道菜呢 主角就是番茄 它有使用實驗室裡的離心分離技術 來製作番茄水跟番茄纖維 番茄纖維它可以拿來做番茄的醬汁 那番茄水呢它就變成了果凍喔 成為了下面這道菜 你看到了透明的果凍狀的這個物體呢 它就是番茄水凍 搭配了有醃漬的彩色蘿蔔 還有醃的芥末葉 還有一些茴香頭也是醃漬過 你都可以吃到有一些鹹鹹脆脆酸酸的味道 然後搭配上的海鮮呢是炙燒的花枝 這邊就可以品嘗到這個番茄水 它本身的那種清鮮的味道 其實番茄本身那紅色是來自茄紅素 那它用離心分離技術之後呢 有顏色的部分其實都到了渣渣那邊 那剩下的水呢其實就是透明的 這三道番茄的菜色呢 有搭配一杯特殊的白酒 它是用有富裕花香的白葡萄品種 Bionier來釀造的白葡萄酒 裡面再另外添加了有一些鮮味 うまみ的成分還有可可的味道 然後你也會感受到那種小白花的香氣 那我覺得這杯酒呢 和番茄水凍裡面的菸芥末葉 我覺得那個味道是很搭的喔 那接下來有一道我感覺風味很傳統的菜色呢 是以下這個以番茄圓形來表現的硬張羽柔 它其實就是英文裡面常會提到的 John Dory 多利羽柔 那它經過了熟成四天 那搭配上的這個湯呢 我就覺得給我就是很熟悉的感覺 它是用魚骨黑橄欖還有番茄酸豆 去做著一個這種海鮮湯喔 再搭配上有香料番茄 也有一些酸豆和綠橄欖去增添那些鮮味鮮味 還有一些酸味喔 最後上面有炸羊玉絲 那我覺得這道菜呢 它就是比較偏向南發或是西西的那種 海鮮湯燉海鮮的做法 味道是很令人熟悉的 所以從這邊開始就會覺得 好像就是沒有剛剛前面那麼的前衛大膽 讓你覺得好像摸不清頭緒而已 接下來你就會覺得好像比較放鬆了 然後你漸漸可以理解這個菜色了 接下來呢就進入三道以油脂為主題的菜色了 那我很喜歡這一道呢是煎白籽喔 它完全去表現油脂的香氣 而且真的一上桌你可以聞到很香喔 嚐到那種白籽本身的那種很creamy 還有很深厚的那種鮮味 裡面有一些芋頭丁啊 胡蘿蔔丁還有炸過的酸豆喔 基底呢則是柴魚雞高湯 那我覺得這道菜很有趣 我在吃的時候一邊覺得很香 然後一邊又覺得 欸怎麼好像有在吃鹹粥的感覺 我還特別問說欸有沒有油蔥酥 還是說裡面有沒有豬油 因為真的就是有那種油脂很香的感覺 但是他就說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道菜吃起來也是覺得還蠻療癒的 就覺得欸吃吃的就是有那種舒心舒服的感覺 吃完這道白籽呢我們就進入實驗室啦 實驗室也是一個重頭戲喔 在這邊你不僅可以看到那些機器設備 然後你還可以聽到講解喔 那如果你幸運的話你可能就會遇到創辦人 老闆seven親自為你解說喔 然後還會有一些小小的實驗 他會用滴管然後去汲取他們做好的一些液體 就是他們的風味萃取液 讓你去聞可可的味道啦 或者是澱粉的味道啊 所以他會滴在你的手心然後就搓搓搓 然後去聞它欸真的就會覺得欸 我聞到澱粉味道 澱粉味道是什麼呢 他其實是用芋頭來做的 那另外你會在這邊品嘗 用蒸餾跟離心技術做成的冰沙 那這個冰沙的口味呢 它是有石螺還有番茄還有萊姆皮喔 這個酒精濃度呢竟然有25%喔 那通常這個煮菜前的冰沙 就讓你輕輕口啦 然後在這邊呢當然它還是加入了酒精的元素 不過大家也不用怕喝醉 真的就是小小一口而已 吃完了這個冰沙呢 你就再回到主用餐區來享用煮菜啦 煮菜我要好好介紹一下喔 它是一道漢堡牌 但是主角不是漢堡牌 而是很心驚的這個生鋁頭起司 大家看到這個裝置嗎 你在那邊轉動它然後跑跑跑 它是起司嗎 其實呢它也不是起司 它是冷凍的壓乾奶油 它用生鋁頭起司的造型 還有那個削切的方法喔 會刨出一朵一朵像花一樣的壓乾奶油 然後它把它擺在這個漢堡牌上面 讓你一起享用喔 然後再搭配綠胡椒醬汁跟黑松露 這道菜呢就是真的很濃郁 首先它是用牛小排做成的漢堡牌喔 那你有那種肉感還有肉味 然後再加上鴨肝奶油的那種 油脂的那種豐美的感覺 油潤的感覺喔 其實算蠻heavy的 但是我覺得它分量也不大 所以也算是還蠻剛好的 然後吃起來就是煮菜嘛 就是漸漸菜單就到了最高潮了 那你看到了牛肉跟鴨肝啊 搭配的飲料呢就是一杯紅酒 這一杯紅酒呢它是想要去表現葡萄皮的風味喔 它同時也會呈現一些紅色莓果的味道 然後丹寧是比較強的 尾韵還有一些胡椒的那種辛香的感覺喔 和剛剛那個味道很濃郁 煮菜也是很搭配的 甜點呢就回到法式傳統啦 以起司為主題喔 通常一頓法國大餐在甜點的時候呢 它也都會有這個cheese course上來喔 它也不是尋常的起司喔 我要帶大家看這一道bree cheese喔 你看它就是像一個這個圓形的 這個飛碟狀的bree喔 吃起來的時候它是冰的 它是冰凍過的 而且裡面它是有內餡的 裡面包了五花果乾 水蜜桃乾還有蘋果乾 其實就是把會跟起司一起吃的東西 有那些果乾啊 它只是差沒有把堅果放進去 把它都包在裡面喔 所以把它變成了一個甜點 然後另外再搭配上蘋果汁的冰沙 然後還有一些像餅乾一樣的那種小的脆片喔 真的就像是一個cheese plate 那我覺得這個idea還蠻聰明的 那在甜點階段呢 也上了一杯甜酒喔 它就是一杯Port 那它當然不是純粹的Port 它是有混合其他風味的 丁香豆蔻還有蜂蜜的味道 甚至如果你夠靈敏的話呢 還有那種木質調的削楠木 跟黑胡椒的那種辛香的感覺 那我覺得它其實還有很有那種 跟剛剛那個bree 尤其是它還有一些果乾 是非常搭的 那這個晚上我嘗到的菜單有15道菜 再加上前面的5道開胃點心 總共20道菜 是不是真的很飽呢 最後兩道甜點 我是真的吃不太下了 但整體而言 我覺得不會吃到說很撐很不舒服 節奏是很流暢的 那我覺得整個體驗也很美好 我是很欣賞 也覺得很有福氣 有這樣一間勇於挑戰的餐廳 在台灣出現 如同我開頭所講 國外已經有很多這樣 致力於打造極致體驗的 那我認為Mad 是有相同的志向跟目標 只要他維持每一天的現場執行水準 我認為 那有關Mad的誕生來龍去脈呢 我在我的Podcast節目 美食關鍵詞 也有深入訪問了創辦人Seven 有兩集的時間 歡迎大家來收聽 那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有過什麼樣極致的用餐體驗 或者你有什麼很想去吃的厲害餐廳呢 請大家記得訂閱 歷史的美食家自學之路 按讚影片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